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细在你颈向上,刻在你心板上。 之前我们有第一次的这个粗暴的这个快读旋风,然后有再做一次的这个细缩了。 第一次我们最后一次的这个进阶细缩,我们很快的用两倍速的速度来帮大家复习, 而且再补充更多重点,你赶快记起来。 来,我要补充的第一题,液晶显示通称什么?答案是选一,LCD,LCD是Liquid Crystal Display, 来现在抄下来,LIQUID液态的意思,C就是Crystal晶体的意思,水晶CRYSTAL现在写起来, DisplayDISPLAY显示的意思,所以第一题LCD就是这个的缩写, 来写起来。再来,第三题下列视频界面卡,这个解析度最高的是什么?答案是选4, 这个UXGA卡,它的代号意思是Ultra Extended Graphics Array, 来我现在写下来,你马上做笔记,Ultra Ultra,这个是特别的,中间是Extended, 写下来,Graphics就是Graphics, Graphics,再来Array正列的意思,来,这个就是超级扩展图形正列的意思, 那解析度可以达到1600乘上1200,你怎么记Ultra,这个念起来就是特别的意思, 是Ultra,你知道那个漫威有一个超级反派,叫做奥创,Ultron, 这个跟这个有关的,一起记,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八题,这个一定要知道, 1MB怎么算这个Bite,这个东西,这个都是二进位,再讲一次,一般电脑都是二进位, 我们要有一个概念,BYTE,一个byte等于八个bit,BITS,BIT是位元,BYTE是位元组, 所以一个组有八个位元,你可以这么记,就像一个乐高积木有八个洞洞,或者是天国八福, 所以位元组,一个位元组有八个位元,再来,因为电脑是二进位,所以一个KV就是2的十字方byte位元组, 也就是1024个位元组,所以遇到这一种问题,你就是从最大的1GB等于2的十字方MB, 再下去MB就是KB,KB,对不对,这个就是2的十字方,再乘一次,所以往下都是2的十字方,2的十字方,2的十字方, 所以像1MB,你要把它往下画成多少byte,你看下一个就是K,所以就是2的十字方,再下一个就是2的二十字方,对不对, 所以像这一题,我强烈建议,你要再跟单元1,只要有这种问题,你要全部把它一次打包,像这个第八题,往下走,我看一下, 有没有21题,这个也是一样,都是一起打包,还有41题,所以GV,MV,KV,你都要会换算,反正中间都是差个2的十字方,也就是1024, 所以这个第八题,我们就顺便跟下面这两题,21题,41题一起去念,好不好,我们就讲到细说,补充到这边, 再来第九题,平凉喷漠汇涂机输出品质单位,答案是选2,DPI,DPI,有的人未问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跟你说, 它的意思就是DOT PER INCH,每英寸所列印的点数,DOT就是点,加S就是负数点数,P就是每Per的意思, 每一个什么什么的意思,I就是INCH,INCH,P就是PER,所以就是每英寸所列印的点数, 好,再来第十题,分割硬碟,分割硬碟,这以前在电脑,如果你有硬碟新买来,你常常会做一个分割,有的当做系统碟,有的当做资料碟, 硬碟这个东西就叫做HARD DISK,所以你看像这个使用的分割硬碟的程式,答案就是FDISK, FDISK就是FIXED,然后DISK,它的意思就是固定磁碟的意思,固定的磁碟意思, 想要多选,同学把这个F抄下来,FIXED,FIXED,固定的的意思, 好吧,再来,那十一题大概很快讲一下,格式化英文就叫做format, 格式化就是英文format的,它会把所有资料全部洗掉,重新再来, 再来往下补充,讲一下这题,有同学问问,17题,评量点矩正印表机, 点矩正印表机的单位是什么,答案是4CPS,它的意思就是character per second, 就是per就是每什么时候,s就是秒,second,second,每一秒的字元character, c-h-a-r-a-c-t-e-r,所以答案17题就是CPS,好,赶快补充起来,赶快补充起来, 再来电脑荧幕解析度的单位,这个也顺便讲一下,这个叫pixel, pixel,中文意思就是像素,像素,此外,这个跟那个皮克斯, 那个做动画的那个公司也有一些关联,也有一些关联, 再来第十九题,这个true color,中文意思叫做全彩,全彩,全彩的意思就是它的荧幕的RGB, RGB就是说它的颜色显示基本组成是三色, 如果你猜也猜得出来,RGB就是red,green,还有blue,红,绿,蓝, 它说每个像素可以显示多少个bit,多少位元,24个位元, 所以总共会有2的24次方总色彩,这个叫做全彩, 所以第十九题,true color全彩的颜色就是2的24次方,原因我已经解释在刚才的过程中, 你自己做笔记,另外还有一种顺便补充一下,叫做high color,high color叫做高彩, 它可以展现16个bit的颜色,也就是2的16次方总颜色, 所以2的16次方那个叫做high color,hi,然后color,这个叫做高彩, 但是还不如全彩,true color比较多,true color,好,继续往下走, 21题我老师就不说了,因为刚才在前面,这个第八题已经讲了, 希望各位同学一定要把它再写一下,记住电脑的是二进位的, 二进位的,好,再来22题,有的同学会问,电脑系统内部代表资料的最基本单位, 最基本单位圈起来,这个最基本就是它的这个细胞,类似这样, 这个就是答案就是bit,bit叫做位元,而第二个学项byt, 这个叫byte,这个叫做位元组,再讲一次,一个byte,一个位元组, 等于八个位元,等于八个位元,你可以怎么记,你可以记天国八幅, 或者一个乐高级目,长方形的,里面有八个孔,看你怎么记啊,好不好,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细说,快说,来,我们看一下, 有的同学会问我,强调一下,加深的印象,第28题, 电脑在CPU处理磁铁机档案,读取资料的程序, 这个答案是选E,CPU,RAM,RAM,还有再来就是disk, 赶快做笔记,CPU这个没有问题,中央处理器, RAM这个是什么意思,RAM就是随机存取记忆体, 现在马上做笔记,RANDOM,RANDOM就是随机的意思, 中间的A就是access,ACCESS就是存取通道的意思, 最后一个M就是memory,M-E-M-O-R-Y记忆体的意思, 他常常跟唯独存取记忆体ROM有关 ROM我念一次 唯独存取记忆体 马上做笔记 这个R就是read R-E-A-D 读取的意思 中间的O就是O-N-L-Y 只有唯一 only 再来 ROM的M最后一个一样 就是memory M-E-M-O-R-Y 记忆体的意思 所以像这一题 如果要加深你印象 你可以这么想 CPU启动之后 靠着这个RAM这个记忆体 然后去读取硬碟里面的这个资料 我们再讲一次 也就是CPU透过随机存取记忆体 再来读电脑硬碟里面的资料 下一题 随机存取记忆体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RAM 赶快 有没有刚才没有做笔记 我再讲一次 RAM就是Random Access Memory 所以这一题随机存取记忆体 答案就是选1 ROM你也要知道 叫做Read Only Memory 唯独存取记忆体 ROM 好不好 不过29题答案是选1 再来33题 有同学会问 来33题 显示器耗电量最小的答案是LED 有的同学问LED是什么 这个东西叫做光二极管 你现在赶快抄起来 光二极管 它的英文全名叫做Light L-I-G-H-T 就是光的意思 Emitting E-M-I-T-T-I-N-G E-M-I-T-T-I-N-G 马上做笔记 这个就是发色 发散的意思 再来Diode Diode 就是后面这个D的全名 叫做Diode 就是二极体二极管的意思 Diode 来赶快做笔记 抄下来 讲一次 快速讲一次 快速做笔记 读书 眼到心到口到手到 马上又有一次印象 再来 我们看一下34题 也可以讲一下 彩色显示 这个颜色的基本组成 是三个颜色 答案就是RGB 刚才老师有讲过RGB 有没有印象 RGB就是红色 G就是Green 绿色 V就是蓝色 如果你把它用彩虹 你写一下RGB 写在三个角角 你如果绕一圈 就是刚好是彩虹的颜色 换句话说 这可以帮助你 那两种光加在一起 是什么颜色 举例来说 我们如果按照彩虹绕一圈 绕一圈叫做红黄绿 再来是蓝 有的人叫做青 再来就是蓝 或者是垫 这种 再来是紫色 如果你绕一圈 你大概就知道 你写一次 换句话说 红色加红光加绿光就是黄光 换句话说 红光加蓝光就是等于紫光 或者下面的绿光再加蓝光 就会得到清光 这样知道吗 那你这个绕一圈 最中间那个就是白色 也就是所有七彩的颜色加在一起 中间就会是白光 白光 你们要用这种方式去记 这样就记得出 原来RGB三色可以透配出彩色 也可以配出最后的白色 顺便补充一下 考试也会考那种彩色喷墨印表机 它会有四种颜色的墨水夹 你也是按照这个方式去做 那四种墨水夹是黄色 青蓝色 紫红色 还有黑色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你也可以按照红橙黄绿蓝电子 这样写一圈 红橙黄绿蓝电子 你就会发现红紫色在右上方 黄色在左边 蓝绿色在下面 对不对 刚好就三个颜色 不过呢 中间那个黑色是墨水 黑色是墨水 所以如果这个四色墨水夹的颜色 就是再念一次 这个红紫色 紫红色也有人讲 再来黄色 再来是蓝绿色 蓝绿色就是青蓝色 再来就是黑色 这两个一起背 一起归类 一起学起来 好不好 一个种是光的 一个是彩色 喷墨 印表机 所用的是色墨水夹 好 再来是35题 有同学会问 RS232C 这个东西是一个序列资料的传输的一个通讯的一个规格 那这个RS是代表他的推荐标准 232是他的一个标志的号码 C是代表他是第几次修改 CAVC可能就应该就是第三次修改 那像这种传输资料是用串列式的串列式的 如果你去看一下那种以前的接头印表机的接头 或者你会发现他是一长串 还宽度还蛮宽的 就是这样 有机会自己去找一下 好 再来 这个36题也有同学会问 这个保护率 9600BPS 他说这个界面如果传送资料10秒总共有多少位元主byte 那我跟你讲这个要搞计算 那如果你懒得计算你就想一个鲍鱼大概就卖一万两千块 一万两千块 这是高档的鲍鱼啊 高档的鲍鱼 那如果你要算的话也是可以的 那就用9600除以8 除以8因为一个位元主等于8个bit 所以你用9600先除以8算出位元主之后再乘上10得到的就是一万两千 怎么算 然后怎么记 我都交给你了 希望大家赶快做一个记号做个笔记 好 再来第39题也有同学问 评量雷射印表机 雷射是印表机是印的很快的哦 他怎么评量他的速度 答案是3 PPM PPM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一分钟可以印几页的意思 英文是page page 空一格 per 就是每的意思 per 再空一格 再来m 就是minute minute 分钟的意思 现在马上做笔记 也就是说每一分钟可以印几页 就是评量雷射印表机印表的速度的一个单位 单位 好 再来 评时题等于是再一次复习了 唯独记忆语题叫做ROM Read Only Memory 刚才我已经请各位要做笔记了 他跟RAM 你有没有有做笔记呀 再讲一次 RAM是什么东西 是Random Access Memory 他的意思就是随机存取记忆体 ROM是唯独存取记忆体 ROM Read Only Memory 第41题刚才跟前面两题都讲过了 你一定要记住 电脑是二进位的一个机制 所以都是2的十次方 所以G 再来是M 再来是K 再来是这个最后的byte 他们之间都是2的十次方 往下一个就是2的20次方 再下一个就是2的30次方 好不好 这个一定要再复习一次考前务必再写一次 那好了 我们经过第一次的粗暴快读旋风的训练 再经过第二次细说 那再加上这一次进阶再细说 那应该你第一工作项目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其他的工作项目 老师也预计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你快速预习 快速听快速背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